今天是退大潮了 海边这个人也特别多 潮水已经退完了 咱们先赶一会吧 上次抓的这个鱼养了一天 有朋友告诉我说 这个是是条鸣鱼 得保护它 我也不知道真假 这家伙我也不敢养了 给它打清早 我就给它 海边来放了它 我真怕它一不高兴 它不活了 咱们就打枕了 这里又来一个海星 这海星都还活着 你们发现没有冬天来了 这个海星都给自己变形了 变成一个火 我抓好几回海星都是这个造型 太别致了 可能这样就不冷了 这个大 哇塞 不能洗 一洗没得玩了 这个都没怎么玩 这个更大 这是两个 一起的 今天早上这个猫眼罗太太好了 这个不怎么捏就没水了 现在海边最常见的就是这个猫眼罗 比较多 这种沙滩 这种沙滩的话 基本上都是猫眼罗 这个也是吧 这种小骨包都有可能是猫眼罗 这个海胆还活着 看见 它的刺都还在动 扎人特别厉害 头发比较茂盛 这样的话都是 可以长到特别大的 给它放在这个水里 现在特别小 还没个鸡蛋黄的 这个这么小 最近已经没有这个大的了 这里面还有个小螃蟹 哇 哇 看见了吗 它怎么还爬那里面去了 这什么螃蟹 哇 这是成了螃蟹的家了 是不是 它住在里面 哎呀不好意思啊 看这个网上面沾了 多少只这个花带 乖乖 把酒拾了个就有了 哎呀 这个花带的话 产往上面基本就下不来 特别麻烦 因为它身上都是刺的 哇这个好大呀 说这么多 我放还是不放 还活着吧 还活着 看看都给它摘下来吧 给这个花带线剪下来不划算 你看 手还给我夹流血了 表演一下吧 给你们放了看 这给我夹的 什么玩意 就你们你们还 还夹我 你看腿都给它耗掉 握个纱布 啊 兔呆的 气死我了 哎 房里面 哎 看见了吗 它自己在房里面握 哎呀 哈哈 太牛了 这个蛤蜊 我也很少能见到蛤蜊握纱 居然被我给抓到了 这个也是在握纱 这种蛤蜊的话 握纱太慢了 这些丢在海里面的竹竿上面 都长满了这个海虹啊 看这些都是有肉的 现在这个海虹也特别肥的 特别特别多 多的都没人要 这每根竹竿上面都长满了 这一根竹竿都够吃一个月 咱们回头挑些大的捡捡吧 你看这些都是 上面都长满了 这里又来了一个跳跳鱼 这种鱼会跳的啊 看它的翅膀多漂亮 哇 这种鱼的话上过电视啊 真漂亮这个尾巴 看见了吗 这个鱼好像是特别好吃 听他们说 它是一个半个的 我先给它照个像吧 能看见这个海星还在走吗 走的速度还真不慢 能看见吗 哼 滑行一样 这海星怎么就四个腿啊 小滑行的挺好 都看它冻了这个出靴 这个拿着吧 这个多宝鱼 还行啊 哎呀你看你看 嘚死 给它照个像 你看它激动的 这腰 还有这腰力啊 这种多宝鱼的话 我看还有好多人说海里面没有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哈哈 你不能没见过就 就当它不存在 是不是 这个也不大 没有什么肉 给它找个 水的地方 放了它 握在这上去 它一般握沙的话就露两个眼睛 像个青蛙一样就露这样 基本上没人发现了 那个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那个潮水也开始涨上来了 我是大庆啊 喜欢干海的朋友 记得关注我一下 帮忙点个赞 谢谢你们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了